Hello, 大家好, 又是新影片 大家記得 Like, Share, Subscribe 我這個 Channel 繼續對我支持 讓我有更多動力 拍多些關於手錶的 無論知識也好 一些我佩戴的心得 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希望大家可以繼續支持我 今天都是一些小感想 跟大家分享 有時代表我們是 當然啦 你喜歡錶的話一定是不止一隻 有時都會因應你生活 例如放假 又想戴這些錶 一些的心情 好像穿衣服一樣 但其實有時都 好像你出街 有時都是看天氣做人 好像最近都時情時雨的天氣 如果你有時下雨的天氣 剛好你放假 你要出街 這些皮帶錶 基本上就不會拿出來拉的 因為你一遇上大雨的時候 更怕過自己的頭濕 怕皮帶濕多過頭濕 所以其實這是跟你日常生活 其實都很相關 有時可能我們見這隻錶 喜歡又買 喜歡那隻又買 但有時可能選購方面 當然啦 如果你實力紅厚 當然就不需要理會我這些 如果你有時想多些配搭的話 就會搭一些不同類型 例如下雨天 最好就是這些 鏈帶錶 因為濕水完全都不需要擔心 害怕 其實都和我之前拍片 有這一隻 Hammerton的LATO帶 這些叫尼龍帶 其實這些好處 我最近都帶很多 因為它好處就是 好像這幾天下雨 剛好放假要出街 就算是濕了些水 都不需要太擔心 這個第一 第二 其實雖然它不怕濕水 但有個小提示 其實我之前 我拍片 我忘記了有沒有說過 拍了太多片 譬如我現在戴完 那我回到家之後 這條帶 其實我的習慣 就是會把它放在一個 比較通風的平面上面 等它吹一晚 譬如你可能是風口位 或者一些近窗口位 總之是通風的地方 就絕對不 prefer 你戴完回家之後 立即濕回到箱裡 那為什麼這樣做呢 雖然這些是防水性比較強 但有時候 如果萬一你濕的水量比較多 你如果 就這樣放回去 那個盒度 就會up 一來又會有味 又會滋生細菌 甚至乎 都會影響錶帶的壽命 所以建議 放回去通風的地方 譬如風光它一晚 你第二天起床的時候 再將它 放回去你的 錶盒 又好 或者這些 錶盒 或者可能你品牌的錶盒 都可以的 皮帶更加要建議這樣做 因為就算你好天也好 或者可能是 就算不太熱的天氣也好 那你可能手有時帶著會出汗 這些位置 有時會出汗的時候 有時的錶帶 會吸收到的 但是又不需要太擔心 你回到家 如果皮帶 即是萬一遇到這些情況 你回到家的時候 當然都是用回這個方法 就是攤平在平面上面 風光它 如果皮帶的話 萬一真的不幸地濕水 你就盡快拿一些紙巾 吸乾淨 吸乾淨水的部分 跟手 當你回到家的時候 會放一個通風的地方 放它一晚 基本上都會 你第二天起床 摸它那個錶帶 摸它的時候 你會覺得它會爽身 摸回去爽不怕濕不怕黏的時候 其實可以 你可以 放到錶盒上 大概就是這樣 一些心得的分享 希望可以 幫到大家 可以對一些錶帶上面 即是你說 我經常聽客人說 皮帶濕水很煩 出汗也很煩 其實就是不煩 你用一些適當的方法去護理它 其實相對來說 壽命可以延長 希望這個影片幫到大家 如果大家有問題 歡迎留言 我會繼續再拍一些 一些代表的心得 一些護理的心得 我們下個影片再見大家 拜拜